说是可以这么讲是处在非常稳定的阶段 不过韩国队的这队组合是备受看好的非常有私利的一队 可以这么说是刚刚打蛋也不是很久的一队组合 对那毕竟就是奥运的混双金银牌都混在这队马亚西亚组合的身上 那京东文是属于金牌人亡而罗锦明是属于银牌得主 所以这队混双组合的确是非常的具看头而且很有实力 也要看看今天这位丹麦组合又能否向他们在前几圈表现得这么顺畅 对 0比3暂时落后 奥运组合 非常的 防的是非常的漂亮 不过是京东文也是在往前打的是非常的紧 连续的两拍之后也是很好的机会 那其实呢在以前看京东文他打球的时候呢的确是 很有这以前瓢触凤那一种的风格跟味道 对 有点他的影子 就感觉他的球呢是打得非常的爽 而且呢是这个判断能力还有很具这种的天赋 对 刚才是因为场上的灯光呢突然是有一些暗下来 所以说 你看这白米汉的体育馆里头呢今天的决赛赛事呢就把这场馆的所有旁边观众席的灯都全关了起来 只剩下这场去就好像人家在看这音乐会啊还有什么舞台曲那些的感觉 对是非常的集中就是让全幕的观众都非常的集中看这场的决赛 对 那其实也是没有在现场这去去看这感受 有可能就从这种灯光 这一球员来说呢是会感觉比较累 对 那眼睛会感觉真的像这种极道 就非常强的灯光底下进行比赛 那眼睛的集中能力要相对要来得多重 对 这个就是欧欣中给球员的一种制造一种气氛 或者给整个球员心理上造成一种压力 这也是需要一种考验 5比0 那在英国来说呢除了足球以外 羽毛球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的运动项目 但是在近几年来说呢的确英国在羽毛球这个项目里头呢水平是 可以说呢是受到一定的冲击 对 没有过这个球是想来个轻的这个软压 不过球没过 对 筋东文本来想再往前抢这一半 很可惜出现了失误 可以他吃不饭 第二球没处理好 2比5 好好去 看到京东门的扣杀之后,罗锦铭他的站的位置似乎显得特别的妥当,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往前锋瓦。 其实罗锦铭现在在韩国队这个角色来说是处于挑大梁的一个角色,除了在混双需要他以外,在女双的项目也是非常的需要他,我想有可能他在优报杯的赛事,我想可能韩国队也会派他担任这个单打项目的其中议员,也说不定。 看这个球队的到时候的需要,因为这位球员整个的是非常全面的球员。 好球。 京东门的发球。 京东门跟吉隆雅在96年的奥运会里头呢,是击败了自己老大哥朴柱凤,还有罗锦铭拿下混双的金牌。 这球呢,被判了戒外,非常可惜。 刚才看见奥尔森也是轻喊一声,就没想到这球会被判出戒。 9比2。 韩国队倒好心事。 韩国队倒好心事。 比3。 5比4。 美国队倒好心事。 看到这个金东文他的这个回球 突然的一个角度的大角度的变化 对方还没有回味的时候 他已经就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对角线 他这种的控球技术呢 可以说也是在当今这混双项目来说呢 可以论他是最优秀 对 好球 我紧命的往前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好 已经判断到球是出顶线外 不过看今天的丹麦队的组合 似乎不像昨天打得那么顺手 那毕竟来说呢 在半决赛那场球赛呢 丹麦队的组合呢 他们在这个控球方面还可以 可以说是处于优势 能够控制到丹麦队的组合 但在今天来说呢 没想 其实也是早有料到就是 金东文在这个控球技术呢 比他们优势 但没想到就是自己呢 不能够可以说呢 反控制对手 对 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这种所受到的这种压力的 比较大 所以说有一些球还是显得比较被动一些 对 对了 看到可以看到金东文在前半区 是逐步的这个把球的速度压得越来越凶 可以看出在前半区或者在中场的这个位置 反卖队并没有占到便宜 十一比二 非常漂亮 在半场中场的前半场的突然的一个加力 使对方呢在防备上呢是来不及 那可以看出呢 金东文他那种的出手呢 那种的肯定性还有果断性 对 对 底线初戒 师傅看起来他在场上打得是非常的轻松 每一个球他师傅都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把握在都打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呢可以说他也是非常的了解还有呢相信罗锦明的实力 对 看很多时候他都能够可以说呢判断到罗锦明这个球呢应该会打到哪一个 就可以说两位球员是非常有默契 对非常有默契 嗯 差一点 场上的灯关又再次的出现了一点问题 真的看见这个灯 是突然之间的灭掉 可以说呢是给丹麦队一个很好的喘息机会 非常混双的决赛赛事那目前来说呢 韩国的组合的确是占尽了优势 那刚才连剩余的几盏灯也是关了起来的最终呢现在又回复了这个光亮的程度 那现在比赛继续开始14比2 局点 好 继合两个人轮番的一个进攻结束了第一局的比赛 那的确可以说是胜得非常的轻松 15比2 韩国队先拿下第一局 我们先去向广告 马上回来为大家送上第二局的赛事 然后呢在这全景标赛韩国队呢在混双这组合又保持了几年前他们的优势 来 对 在第一局比赛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丹麦队的组合在韩国队的组合这种时间差战 或者是在中场上他们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呢 显得打的是束手无策 非常的不顺 而且说是在发球之后的这种跟进的意思也开始减落 而韩国队在第一局在前半场尤其是京东门的这个出手的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威胁的情况下呢 是可以这么说是非常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第一局 现在看看第二局丹麦队能不能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 这球罗锦明想再往前抢这球很可惜呢还是慢了一步 球是出了底线外 奥尔森 勿发球术面对高大的京东门还是给他一个蛮大的压力 苏加特刚才后退起跳的一个追身扣撒 1比1 好球也是的确是这个球罗锦明在往前的是没有判断到以为他对方这个球应该是不会过我秤非常的巧正好是过往 好球 他在第二局开局呢看见奥尔森的确在往前也是打比较积极加强往前这个主动 对 对 为自己创造了一些非常好的机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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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aby说不是的够比了非常刺利 当 Turkey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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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快有慢 京东文他的回球就是这一种的速度呢 这个快慢的配款是非常的好 节奏 非常可惜一次判断到对方掉球的机会的上网的时候呢 还是处理出现的失误 没打准 5比3 刚才京东文这球打到球拍的边部 比球呢回球不够滋量 6比3 灯光又一次出现问题 那虽然来说呢要令这场决赛呢更具气氛 但像这种经常出现的情况呢 往往也是真的会打击这比赛中的球员 对 因为球员有的时候是 这种突然的这种终止一个比赛 球员的情绪上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一些战术也是会受到变化的影响 好球 好球 战败队图会发球权 相当运气 战败队图会发球权 战败队图的球呢 是刚好滚网了过 4 6 3 7 7 4 6 8 7 4 4 5 6 代表队似乎也是打出了他们的士气 对 可以说是他们现在在发球方面的改变了 看到苏佳的大部分开始开启高球 然后从拉开对方底线之后呢 可能在另外再寻找这种机会 好球 那么也是在半场区的看守那一个正手抽球 车球那是刚好落在长区内看正盘镜头 弱点落在脚上 韩国队的第二发 京东门的判断失误 对 这个球的角度也是够大 所以说京东门是判断失误 对 这个球呢 对 这个球呢 好深呢 这个球令他挂网 对 可以这么说这个球的跟他出手的时间的应该是同时的 所以说裁判是判这个球是算数的 看来今天的灯光的确是影响到球员的这种正常水平的发挥 那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想大会应该也是考虑一下把重新把整个场地的灯光给开动 对 应该要处理好之后呢再进行比赛 否则的话球员在打的过程又停又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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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停 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影响到球员的这种正常水平的发挥 所以不要说是技术上在这种心情上或者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看来这次比赛的大会呢在这个问题上呢 是似乎是没有能够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 大家回来既欣赏这一场混双的决赛赛事 那刚才也是受到这个灯光的影响呢 曾经一度暂停 那现在可能也是接受了球员以及教练们 他们的建议就把场馆所有的灯光都给开着 就保持以前那种的这种灯光 那在目前的形势来说呢 双方在第二决比赛呢是打成军事 而韩国的组合呢 他们在第一决比赛以输比二 先取得一决胜利 韩国队现在是领先一分 第二发球 好球 这个球是反手的时候 接对方中扣的时候一个反击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紧接着就是一个跟进 一个副球 阿尔森在往前的处理球呢 的确是非常的恰当 这个球突然之间改变一个方向 一小对角往前 对可以看到阿尔森在第二局的往前 为自己创造了比较多的机会 那刚才阿尔森 苏加特呢可以说也是一个多板的连续进攻 得手 8比7 丹麦队反超前 这球呢阿尔森也是给判断到往前直接的一个铺球 对可以看到阿尔森的确是跟往的意思 这个也是非常的强 像这种球的机会呢 那么他能够非常好地把握住 现在是他们超前两分 那师傅呢 就开了这个场馆的灯光以后没有用那种大光灯的 丹麦组合他们表现 师傅比开大光灯的时候还要好 对 对 守加特 可以这么看 在重新比赛开始的时候呢 丹麦队的组合在前半场 尤其在中场的时候 他们这个是比较占优势的 很多机会都打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可惜 这是一次调动对方位置的一次机会 没有能够处理好 自己出现了一次过渡球软压的时候的失误 看来韩国队在这一段 这些是打得有一些不太顺手 这种失误也是比较多一些 罗锦铭的发球 可惜 大好机会 有白白断送 对 很好了往前的谱球机会 没有把握住 11比8 好球 这个往前 碰网而过 也是无形中影响到 对方的这个出球的时间 差一点点 可以说呢 这阶段呢 丹麦队已经是完全 掌握到韩国队他们这种的节奏 对 师傅我觉得韩国队在这一段的过程中的 他们整个的站位的 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这种机会球了很多就没有能够把握住 而且丹麦队明显的在往前加快的之后了 他们在前半掌显得是比较占优势 好球 相信丹麦队在这第二局的比赛呢 是很有机会 对 从现在情形来看 丹麦队是比较占上分 可惜 这个球救的是非常的漂亮 是出了一点边线 不过可以看到丹麦队也是两个人的 这个封网的意思也是非常的快 太多无谓的失误 对 只剩下两分丹麦队13比9 多拍的来回 这球本来想先把这个苏加特 给调动开的时候呢 没想到这球自己处理上出现了失误 对 今天我们也是看准这个 没有多大的这种机会的 想过渡的时候呢 自己反而出现了失误 丹麦队他们的局点是4比9 哦 差一点 想来个假动作的调球 是4比9 不过对丹麦队来讲 第二局现在是大好司机 一个直接的扣杀边线 9比14 9比14 非常好的一个第三拍回球 好 好 過度往前出現一個失誤 三分的差距看看韓國隊又有沒有機會把分數版平 韓國隊在落後的時候現在是把握住這次的發球機會 是先發自能壓住丹麥隊看看能不能繼續保持這種優勢 非常可惜在半場區的時候一個快速的想一個變現的對角線自己出現了一些輸 可以看出在第二局這個重新開始比賽之後的京東門的輸入力是稍微多了一些 好好球 另一次的局點 往前的撲球成功 也是令丹麥這隊組合以輸比十一追回一局 雙方也是打成一比的局數 各位可以看到丹麥隊在重新開始比賽過後呢 他們在前半場是打得是非常的活躍 而且韓國隊在尤其是京東門的幾次無偽的輸入了 也是自己比分上是處在比較略勢的一番 那的確在第一局韓國隊是以絕對優勢取勝的 反而丹麥隊在第二局發揮也是回復了正常 那第三局的情況出現怎麼樣呢 我們去一下廣告馬上回來再欣賞這第三局的賽事 跟大家回來再欣賞這一場混雙的決賽賽事 在賽前尤其在經過第一局以後呢 的確沒想到呢這一位丹麥組合能夠從第二局的比賽裡頭呢是流轉這個烈士 對 從丹麥隊的情況來看他們第二局的確是顯得在比第一局打得要更加的出色 尤其是在前半場上面他們是比第一局要擺脫了被對方這種壓住的這種感覺 所以說在第二局他們在這種平行下呢是流轉了這種局勢 請來看看第三局的比賽看看到底誰能夠占去3分 漂亮 非常漂亮的一個反手的是勾對角線 羅吉明這個球是接的正好的角度 好球 這一次呢還紧紧的抓著羅敬麥來進攻 他可以用來進攻 那這一次呢還是緊緊的抓著羅敬麥來進攻 那這一次呢還是緊緊抓著羅敬麥來進攻 那這一次呢還是緊緊抓著羅敬麥來進攻 好球的看清東雲這一種的出手 的確是清東雲的這出手押得是相當的快而且非常的凶狠 跟清東雲的攻勢 2比1 好好球 雖然這球呢韓國隊落敗但還是呢在羅景明的表現呢可以說是相當的不錯 對這個球它是可以這麼說從中場之後呢是一個愉悅的救球非常的頑強 剛剛出界 2比2 好球 聽眾們的這個球的弱點是殺的是恰大好處 5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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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1 6比1 5比1 1 5比1 5比1 6比1 5比1 30比1 5比1 9比1 5比2 9比3 5比1 5比1 4比6 7比4 1 其实京东文这位球员 他的特点就不是在进攻杀球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控球 对 而且是可以看出他的控球 他的时间的出球的时间的变化 是非常的有特点 可以看到京东文现在是抓住了 自己的这种发球好的机会 已经是得了两分 发球失败 这是可以说是京东文这种比较少见的这种青春 2比4 刚才这个球 罗锦明只是一个点杀 但奥森这球呢自己没处理好 再快输的来回呢 反而显得呢 京东文就越快 越稳当 他的球 这件事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回球呢是非常的清楚 虽然说对方双方的来回的速度都很快 不过呢显得他的这个球路呢还是非常的清楚 我不会说混乱 非常的正定 5比2 漂亮 好球 几次的罗锦明的这个对角线 尤其他在反拍区的这个对角线呢 几次都是打得这个非常的漂亮 而且都直接的得分 而且都直接的得分 财派 财派也是感到有点怀疑刚才那个球 他也是叫这个县审的重新在 四溢 刚才那个球到底是界限里还是界限外 看到罗锦明的确是往前这个是非常有胆量 在这种情况下的还是赶赶的放网 而且是放的非常的贴网 对 而且更以8比2领先交换场区 那在第三局的上半局来说呢 虽然说在开局的时候呢双方还是咬的比较紧 但突然就给这个京东文可 可以说也是在他这种高技术的控球里头呢 就马上把这个局势呢又给拿到了自己的一方 对 可以这么说是在三半局的比赛 开始的时候双方咬的还比较紧 但不过在经过这个较量之后呢 显得这个京东文他们还是比较在中场呢 还是他们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基本上他控球在手 9比2 那似乎又回到好像刚才第一局的形式上 对 也是很明显地看出这个韩国队他们的发球好的之后呢 把握住这种机会的这个意思很强烈 好球 好球 郭景明这球没跟进 对 这个球是找的这个漏洞是找的非常的好 好球 这球 生一个下压以后马上苏加特跟紧在一个大板下压 紧紧地向前压 对 看来苏加特也是看准这种情形不太妙的时候 必须要加强这个中场或者往前的这种速度 才能够给对方造成危险 所以这两个球他是很明显的是往前压的快了很多 好球 的确是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只有说在前半场争取到主动的这种机会呢 才能够置于对方一死地 看看韩国队现在怎么样能够摆脱对方这种战术的变化 可惜一次往前的机会被丢了 4比10 丹麦队的比尔发球 发球的质量不够 换发球 11-4 12-4 好球 可以这么说 金东门在控制球的方面呢是 12-4 同时呢在这个半场找到球 这个机会也是免许了两拍的最重扣 可以看到 金东门的这种进攻的大力扣差 他是突然的 发力的那一下呢是 跟人家有一些不一样 人家好像有一个准备 他在出手那一下好像显得很轻松 突然一个加力 所以说他的球应该是威力是非常的大 他到三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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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非常漂亮,羅吉明也是看準對方的這個來球的路線 提早的側身的一個封網,正好打到對方的身體 非常可惜 蘇加特呢,這個平推球呢,團之間的發力很可惜,沒處理好 對,相比之下的蘇加特跟這個京東門在半場的這種手上技術的控球來講呢 京東門應該是會更加的成熟,而且是速率的也比較少一些 12比5 羅錦明的發球 好球 非常漂亮,晚間分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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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非常的漂亮,角度也處理得很好 羅錦明的一個大板扣殺 這一身沙哈球也是替京東門創造這一次的機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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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 非常漂亮,羅杰明也是在反手的過程中 從反手的位置突然轉到這個進攻的位置 為自己的同伴創造一次進攻的機會 這球被喊了,出界 第二發,韓國隊 可以看到金正門在這種半殘區的時候突然加力 那種威脅是相當的大 43比5 快速地來回 最終呢,京東文在陣守區想平抽一個球呢 是出現失誤 球是剛好落在長區內 這一次呢,羅杰明有跟上了 往前好幾個回球 往前好幾個回球 哦,好球 這一切是羅杰明在前場提到的非常好的作用 創造了很多的這種非常好的機會 會給京東文在發揮他後面的或者中場的這種技術 只剩下2分 13比5 京東文的發球 球一直回到阿爾森的一方 這個球呢 其實阿爾森也是沒打成 他自己也是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對,這個球可以這麼說是歪打正著 正好呢,他想打去那個 他想打去右邊 結果他這個球是打到拍框上 對 不過還是把球打在這個場區裡面 來看看丹麥隊的機會 剛才出現了這麼一個運氣的球 現在也是大比分落後 13比5 好球 好球 羅杰明的確是非常的拼 對,看到羅杰明這個球是有一定的難度 在起跳的時候球已經實際上已經過著他的頭頂 彎腰把球壓下來 好球 漂亮 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這個 說加德這個動作是非常的有特點 而且這場比賽一定有三個這種球 直接都緩過兩個人的位置 躲回了發球權 5比14 韓國隊兩板大力的扣殺 丹麥隊第二方 幾乎是過不了京東文他的頭 第二次的賽末點 韓國隊 拿下這一分 這對韓國的組合 京東文還有